那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我喜歡頭腦有東西 手臂也有東西的那些 大家好我是到一個 我是Toby 大家好我是Jayton 我們今天我們要以約會教練的身份 來去分析這場約會 我們來看這個帥哥們 他們的約會的表現如何 以及到後面他們會不會配對成功 那不要不囉嗦 Let's go 嗨 你好我的名字叫Vanus 我是新加坡總統的台灣人 然後我現在23歲 我的身高185的體重82 然後我喜歡睡覺跟健身 看著我我看看 好我看看 好我叫Kandace 我今年23歲 我身高175 我笑吵 愛區別店嗎 愛區別店嗎還好 我覺得跟 有趣的人一起喝就比較好玩 Let's talk forever 想怎麼樣女生 可能歐美一點吧 然後個子高 個子高很一樣 這次應該有可能是她的菜 因為 歐美身材 完全就是歐美身材 而且又很高 有夠高 來看會怎麼發展 長在我審美上就好 具體一點 我喜歡手臂撞 這可以講嗎 我看片的時候 我看片的時候 我是挺開朗的 挺開朗就是之前 是我們都看得出來 從你的笑容就洩漏了一切 我們現在立刻看到一個超級無敵藝人格 面對到一個超級愛人 你看到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火花 我挺開朗 我挺開朗 嗨 Belis Kandace Nice to meet you K so 好 那我說什麼 你們可以小聊一下 你自己介紹嗎 你自己介紹嗎 你自己介紹 I was shopping 我剛剛在東區 東街 我喜歡的服飾店 好 哪一家 Jewyn Westwood 然後我 你自己像這樣就對了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 永遠不要聽女生講什麼 聽她的語氣就好了 你就知道她到底是對你有興趣的 沒有興趣 喔 那在哪裡啊 就很那個浮昧 你知道嗎 OMG 各種Risk 然後 就是 當我聽到這個時候我就知道 嗯 女生對我 有興趣 對 然後如果你聽到一個 就比較本單一點點的 就喔 那是在哪裡啊 你就知道 他只是搬當朋友 或許 或許 但或許他只是 有點小尷尬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其實沒那麼主動 確實 那你剛剛 剛剛在做什麼 我剛剛從你心裡來的 喔 OMG 他有人不知所作耶 他可能沒有遇過就是第一次就是 完全直接那麼主動的女生 我覺得如果男生遇到這種這麼會的女生有沒有 真的不要太快入喘 對 不要太快入喘 對 不要太快入喘 因為我們節目在跟大家講說 女生通常是矜持跟被動 嗯 這是他們的天性 但確實有一些女生他們可能是 稍微比較主動 稍微比較開放一點 可是你不要因為這樣就 就直接貼上去 尷尬了嗎 還好 你今天幾歲 我23歲 我也剛好23歲 今天是 89 89 94 Such a match brrr 不管怎麼樣都是Such a match 就是要撩一下 對 星座呢 你是天蟹座 嗯 你是 湘羽 那我猜一下嗎 好 這是我們會做的事情 對 反正如果聊到星座啊 年齡啊工作啊 就 就猜一下 你想要知道我一些背景的話 反正 我先讓你先猜 嗯 我覺得 這個有點反過來 就是我們通常在夜店 或是我們在搭訕 我在約會的時候 跟女生在互動的時候 我會 叫女生稍微猜一下 那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Venis比較年輕一點點 嗯 那我覺得他就是超級愛人的 所以他不會去跟女生玩這樣子的東西 對 所以 看影片的各位 我還在約會的時候 不用這麼直 OK 欸 這裡 是準備的問題嗎 那我們來抽抽看 好 互相交換手機 看書有沒有 我一切 你不要看我搜索紀錄就好了 欸 等一下 我停一下 女生這樣講的話 我會 我越想看 你知道嗎 對啊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秘密嗎 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唉唷 訊息740個 你都不會看啊 就是你不會點開來看 我不會點開 我有強迫症我一定要點開來看 紅點我沒辦法接受 紅點沒辦法接受 紅點沒辦法接受 那你這裡就有紅點 抓包 抓包 女生常常會有一些 可能 雙標 雙標 遇到雙標宅的時候 把他 把他指出來 因為開玩笑 我去把他講出來就好 這個 你不會氣 感覺起來 超過數秒吧 超過數秒了 OK 好 那我來看 他們兩個都沒有看那個 對方的那個 沒有看什麼 沒有深入了解對方 我覺得我不會那麼快 把手機 還給他 我可能 開一下他的交往軟體 我會說 這是什麼 Tinder 我們來打開一下 我一邊給他看 然後一邊看 對我意思嗎 喔 這男生還蠻帥的 喔 喔 原來你喜歡這一種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都怎麼跟男生聊天 我們看 你在欄部上面 是不是跟本人一樣 那麼主動 或是看那個IG的那個 對話框 對 好 下一個問題 你最尷尬的約會經歷是什麼 我的話 那時候 最尷尬 我沒有最尷尬 但是就是問了 這個問題說 我腦中第一個想到的今天是 就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見網友 然後 對方 我還不知道該怎麼樣辨別男生的意圖 所以對方 我就感覺到他想要一直 把這個酒吧的流程走完 然後要跟我去 對 不會嗎 不會嗎 你 第一次聽到的 我喜歡 真的 對不對 我以後會去酒吧 然後 要不要來一點 我覺得 去夜店的時候 女生 女生很聰明 就特別在講一些就是比較 偏性方面的意見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聊得那麼露 對 拜託各位 真的 我覺得男生要學起來 你在跟女生在聊一些 跟性有關的東西的時候 不要 他媽講的那麼多 就是 你知道 那你的意思是說 是 把那個東西直接放進去嗎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 很沒情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一點點聲音 就是一點點眼神 其實就已經可以暗示這件事情了 因為 吃個那種又長又大的東西 他就說 這好長喔 你不用說 很長嗎 多長啊 我也是 對嘛 就你一個眼神 你就 你就看著他 然後繼續做你的事情 就好了 他就get it 你聽懂的意思嗎 不要太露骨 真的 我後來就發現 他走出門之後 他就開始跟我勾肩搭背 我就覺得 不行 之後 他就說 那也不知道在去哪裡的時候 我就說 我公車來了 我就直接跳上公車 然後我上公車的時候 我就看他還待在原地 還在看說 怎麼 就結束了這樣 我覺得我在這邊 可能會再往下挖一下 這是我在約會的時候 我一定會操作的事情 也給各位這個幹活 就是 你在約會的時候 當女生你在跟你分享過去 特別是不好的感情經驗的時候 或是約會的體驗時 往下挖一下 讓他去多講一點點 就是 聊到那個感情議題的時候 拜託你在這個話題上 稍微黏一下 黏一點 你可以下切 你可以問他說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那你最不尷尬 約會已經長什麼樣子 對 你為什麼不想跟他上台 對 那你們有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就跟人家 都可以 但其實他剛剛那個故事正直的一點 就是說 男生不能對他太主動 就是他太主動 就是男生直接把那個 手搭在他的肩上的時候 然後 對 他就想要跑了 所以 證明就是說 Venice現在做的是正確的 就是 我完全不接你的球 對 所以或許Venice很高躁 我不知道怎麼對付你 I don't know maybe maybe 我喜歡 頭腦有東西 手臂也有東西的男生 手臂也有東西 你手臂有東西嗎 我給你觀察 真的有沖寫 要怎麼了 我覺得Venice好像有點會 給你觀察 哇 喔可以 那真的直接摸啊 完全沒有什麼寫 直接摸啊 不然呢 讓我摸摸看 這是你的生日嗎 對 會咬嗎 不會 那個舌頭 哈哈哈哈 我現在看到是OK OK 好那你呢 那你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我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個子高貼心 那就是我啊 你是不是從來按鈴我啊 你先唸出來 你先唸出來 在社交媒體上發一張搞笑的合照 這我人設會崩壞 對不起 那邊 這 我暫停一下 這裡我也會深挖 你什麼人設 對不對 你什麼人設 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人設是什麼 然後你為什麼會崩壞 對啊 這邊我也去問一下 我這邊可能會吐他一下 對啊 我在這邊如果 女生 就這麼開放的狀況下 他說什麼 說我的人設會崩壞 我說什麼人設 對 就是什麼人設 你這麼認真嗎 你現在還要問 你還有什麼人設 確定嗎 確定 不就只有一種人設而已嗎 還有什麼人設 什麼人設 就是我覺得 約會的過程當中 可以稍微去挑戰一下女生 我覺得那個氛圍很好 你最喜歡的浪漫電影是哪一部 我其實不太常看電影 我比較喜歡看書 那是 沒有浪漫 但是 沒有浪漫 好我想說超喜歡 浪漫影片姐 我最喜歡的是 就是 拉拉雷 拉拉雷 對他其實說蠻Deep的 嗯 而且你這才學了耶 完全不接 完全不接球 WTF 人家投球出去了 然後你就完全不接 我會覺得這邊 呃 這邊有最好 對 你知道嗎 我在講這個 你在講這個 我在講這個 就是 我講A 你講B 我在帶到C D 這邊就是社交失聯 對 社交失聯然後感覺 通常我們在聊 最喜歡看的電影 啊 我現在這邊其實女生情商也蠻高的 嗯 女生 女生日常沒有在看電影 但她就直接把話題帶到處 嗯 這個我覺得 很多單身可以學習啊 反正 我們現在聊到一些議題 你沒有完完全全懂的 或是你不是專家的 相關議題是什麼 直接答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邊其實就有點失聯 通常在聊這個議題是 我們最少要創一個功能 對 那為什麼你沒看電影 那你只想看劇嘛 你看了什麼Netflix 你看了什麼美劇 最少我們要有一個共鳴點 這其實也是樂會很大的目標 OK好 讓對方用手指為你吃東西 Vanace可以更深情的內衛 好 像 嘴巴過來 這個他很熟練 這樣抽到就要接嘛 很熟練 很熟練 什麼特別的手段 過來 好 好 尷尬 好害羞 很想中 後面還要講一下 尷尬 好害羞 行星名 好爽 好爽 要裝一下啦 這就是女生 你現在稍微裝一下 VC VC 但我 說真的我這招也會用 你有時候不能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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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覺得你太會 太會了 你看到時候有點剛有點害羞 剛有點請不自禁 對 對 稍微就是 自嘲一下 其實我剛有點小跟尬 對 嗯 我覺得女生在這邊用很多招 對 各位 學家 你有沒有阿唸過朋友 阿唸過 我 小時候有 長大就沒有了 你們這樣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就不能成為朋友了 不是 不是 你們 OK 你們一場約會下來 就是一直聽到女生這樣講話 你們會怎麼樣 好 我先講 現在觀眾們 嗯 在螢幕前面的你們 你們現在一定在講說 一定在想說這個女生很隨便 嗯 但我有一個不同的見解 對 我覺得不一定 對 真實的不一定 對 我覺得 這有點像 有一個說法說 Sex for sport 對他來說 flirting is a sport 對他來說 調情 他是一個 樂趣 是一個 興趣 我真的覺得他就是樂在其中 反正 我在聊這個男生 然後我跟男生的互動 我就是 一直在去測男生的底線是什麼 對 當你的經常認知非常非常低的時候 你看到這樣有些時候 會有很多的貼標籤 對 但真的不要 真的可以運用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式 來去看待這個事情 然後甚至 你甚至在跟這個女生在約會的時候 你不要心裡面一堆OS 我告訴你 你們多數都是他媽的心態方面的問題 對 你看到那裡說 他怎麼對你說的男生說 對對對 那他 那他 那他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喜歡我嗎 對 還是不喜歡我 看他你喜不喜歡我 看他對其他男生這樣的話 幹嘛的 就是 stay in the moment 就是想說那個當下就好 就是 Fuck care 就是 以後別做朋友 朋友不能牽手 朋友不能牽手 好 好 喜歡嗎 嗯 其實我覺得女生蠻可愛的 我覺得她是 對 我覺得她是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麼說對不對 但是 我覺得她蠻單純的 就有一股單純感 一些些一些些 嗯 喜歡嗎 喜歡 會手嗎 我怎麼辦很厲害 牽手會像 對看的奇妙 你是不是也很高 我185 我185 我175 這是你的手 給你翻譯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但你的手 不是你的手 是你的 嗯 嗯 OK 大家要聽得 他媽聽得懂 聽得懂那個意思 OK 老招 喜歡老招嗎 喜歡老招 10秒 要計時嗎 聽了 我計 對 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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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4 3 2 3 3 他沒有加油 欸 我發現 其實Venice的演是蠻殺的 殺 電爆啊 對啊 他其實會電 電爆啊 我跟你講 Venice是很多姐姐會喜歡的行動 好 肯定 所以我有點被動 對 然後我頭髮就長得很帥 對 然後我一直要怎麼 去墊女生 去墊女生 就用他的優勢去墊女生 果然是雙魚做的不會眨眼 You gotta focus You gotta focus 我最瘋狂的事情 嗯 不好說 不太好說 不太好說 香蕉喝酒 不太好說 好 他太客氣了啦 不行就給他喝酒 太容易就給過 我喝酒很容易臉齁 有感覺到嗎 有感覺到嗎 有感覺到 那我有嗎 你要用手碰碰看我的臉嗎 Shot fire Shot fire Shot fire 有看我 有看我 我覺得Venice是會的 他那個 他摸得太自然了 你聽得懂嗎 我真的覺得 他的本質是 撩妹的本質 他真的是會的 就是天生好手 對 真的天生好手 換我衝 我說是你就是你 好 知道 想一句 聊對方的話 嗯 那我先喝 感覺這個你比較厲害 是 那是哪方面 這 你有養寵物嗎 有 是養貓還是養狗 養貓 然後這也是貓派 嗯 那你知道我什麼派 什麼派 什麼派 是你天生派 等一下他還中一整套 你知道嗎 還眨眼還blink Oh my god 名字叫追錯 對 拿超厚 真的是 鐵心派 FIRE UP 哈哈哈哈 You really like my cheese Riz 自己找台對象 大家知道Riz是什麼嗎 知道 Riz就是調情能力嗎 你這樣翻譯嗎 對 調情調情的句子啊 有點像土味情話的那種感覺 I got Riz 就是我很有那種 調情的能力 調情的能力 那種感覺 你是一個罰單嗎 是一個罰單 Because you're so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這個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跟妳不熟練 妳不跟我們有女朋友吧 有 有交給女朋友 很多嗎 像多嗎 蛤 一隻手上人出來 一隻手上人出來 哪裡呢 嗯 我跟妳是一次都沒談過 我覺得今天的優惠怎麼樣 一樣啦 感情的議題要繼續Push一下 不要太快速 Let the girl off the hook 比如說 妳在這邊還可以再Push一下 所以 都是交集的 這樣妳不要亂講 對 稍微可以Push一下 對 我覺得 很棒 你覺得我怎麼樣 我覺得妳很優秀 優秀 這是interview嗎 好 謝謝 那什麼時候入職老闆 明天 明天 沒有想一下 我覺得妳 感覺是一個情緒非常敏感的人 那我覺得這一點 我全身都很敏感 那我覺得這一點 這一點是 我全身都很敏感 那我覺得是Vanis蠻會觀察的 OK 蠻會觀察人的 蠻會觀察人的 就是 她能看得出來 就是 她們的對話 然後她是敏感的人 我覺得這還不錯 但全身都敏感 我覺得她們是不同類型的人啊 我覺得 真的需要一個主動的女生 沒有錯 這個我覺得 這種主動 可能會造成她們兩個人的頻率 完全有辦法對到 對 所以 如果是 我在約會的話 好不好會適合一點 因為我在性方面 以及性議題方面的操作 它比較開放 所以例如她如果在跟我講說 喔 全身都很敏感 我立刻就會接著說 什麼時候 對 用這樣的方式去跟 與眾互動 或者是 我的話 我可能會 就是 肢體接觸 就是說 她這裡敏感 這是一件好事 覺得她敏感是好吃的 對啊 那當然 到了 我覺得 女性也蠻悶嫂的人 悶嫂 就是感覺現在還冷的 但是 熟了之後應該很好聊天 有可能 真的 我不覺得她是這個意思 她講了悶燒 我們現在是在指另外一件事情 要讀通女生到底能講什麼 你現在就是要把悶燒的這個身份 把它套在Vanus的身上 後面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有準嗎 可以準 先先做 看給你 謝謝 我覺得整體的約會下來 我的判斷是 所以 這兩個人的頻率 就不一樣 確定頻率就是 不match 這是肯定的 女生喜歡看了一些玩笑 男生她的說話風格 就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 國泰會 非常主動去接一天的球 以Vanus來講 很容易吸引到姐姐 就是她現在 23歲這個階段 有一些人生方面的體驗 她並沒有經歷過 所以 很明顯的她五年後 千年後 當她的社會歷練更多的時候 她的說話風格也跟不一樣 好 如果你喜歡類似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把這個讚按起來 這個讚 能夠確保你未來 可以去看到這樣的感受 所以321 謝謝各位兄弟們了 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以下留言 以今日 男生跟女生 約會的看法是什麼 好 那我們直接就到這邊 下集見 掰掰 掰掰